滿旗的世界裡面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噪音 這個噪音是來自於人的 滿旗的主人就存在在這個世界裡 然後 他就跟滿旗一起逃亡著 想要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跟滿旗並不是很合 因為滿旗很吵 一直亡亡亡 但是因為 他不停的接收到一些危險的噪音 有生機的噪音 到最後發現 其實他身邊那個滿旗 雖然吵 但是是最單純的聲音 所以他們就一起逃亡著 這就是滿旗的故事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唱完兩首歌之後 我們又要邀請下一位來賓了 這位來賓可不得了喔 這位來賓是 我以前結婚的伴娘 然後呢 然後呢 他也幫我們拍結婚的 那個婚紗照 然後 他很喜歡哭街 然後呢 他的個性 就像一隻滿旗 有時候很吵 然後呢 有時候 講話很單純 然後 沒有生機很可愛 然後天兵天兵的 可是 在他拍攝過的 每一張照片 每一張作品裡面 他都可以很真實的去拍下 那一個moment 不管人 動物 當下 就是 存活在當下的 那一個美好的 真實感 不做作 完全不就作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這位就是 接下來會不會 謝謝他 高凱蓮你今天就要非常用作喔 知道嗎 因為我們旁邊有 如果的東西 來幫你配音 對 那我們現在來邀請 可愛的高凱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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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精采的配音 哈哈 你好 不太喜歡 不會 我覺得我會非常 很老實 好 很老實 沒有 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 Taren 然後 我是 林馬賽的朋友 對 然後我跟他 最認識是因為 那個 魏如女 我們共同朋友 對 因為魏如女認識的 所以我認識好幾年 這兩年突然變超熟 這樣子 然後就會有一些 各種非常奇怪的合作 有沒有 很正常的合作 對 好 那 我這邊的話 今天就是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因為明天說 今天要開心 要分享快樂的故事 不要分享說 我很可憐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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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今天盡量拍 OK 但是我希望不要 然後只會有一個 啊啊啊啊 然後就 對 我會敬你 好 那 好 那 我還是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對 我自己 現在目前職業是攝影師 然後 我其實跟沙漫有點異曲同工 我之前不是做攝影 呃不是念攝影相關的 我本身是醫學系的 哇 對 很會 哈哈 所以我本來要去當醫生 然後 然後就 違背了部門 經燈 你看 哈哈 違背了部門的期待 然後現在當全時攝影師 對 然後目前 呃 主要的部分是 大 比較大眾的是火力沙 那 同時也有包含 就是一些商業的攝影 像是活動記錄 或者是一些專輯照 對 然後 呃 進出了 目前有出了三本書 對 有興趣可以 無聊註談 啊沒有我們也沒關係 因為今天是你媽在場 好 對 然後但是 呃我在攝影之餘 其實我參加了非常多 可能跟動訪相關的活動 那主要的話 因為我本身是攝影師嘛 那就是負責的就是 分享我自己本身的攝影作品 這樣子 對 好 好 好 然後那 只有一些 像是專職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攝影 啊對 所以我媽媽 對 我跟她也很好 好 對 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實 什麼都拍 因為我覺得 就是拍照是件 很好玩的事情 對 那今天主要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會比較跟 呃 動物相關的 那希望我等一下分享的故事 大家也會覺得喜歡 對 好 好 請到 好 欸超級 那底片拍手裡失焦 對 應該你有沒有用過弄我相機 應該會發現 對弄我相機拍就可失焦 但是又有點有病 對 對 那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我不答應攝影師 然後目前也大概也有六年了 那 我會去拍照 拍狗狗 街頭的狗狗 是因為 其實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街上 你還是會有點覺得吧 我每天 都是叫工作 工作工作 我的攝影的一開始 本來是 我本來是拍好玩的 然後後來不思不覺 就是踏上了攝影的職業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那種熱情 好像有點被工作交集 就像燒賣會 因為 賭博 欸不是啊 不是因為他賭博 因為他 進階的推廣賭博 然後就 欸為什麼 那我就也會覺得 欸 那我這樣子好嗎 我覺得 本來應該是因為 攝影師拍新的事情 我才放棄已經覺得 那 我想要找我的熱情 然後就是 我之前在 呃 還在台中工作時候 呃 那是一個偶遇的機會 就是 我就騎機車 嗯 然後我就經過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眷住 然後大隻有時 像十幾步 然後 我就停下來 欸怎麼會有眷村 在我家附近 然後在南區那邊 然後 旁邊有狗 然後 有貓 然後 然後就覺得很好奇 就 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搭訕男生 而且是一個八十幾歲 阿伯 對 我就說 欸 阿伯你好 這是你的狗嗎 他說 對 這是我的狗 這是外神 我說 這是我的狗啊 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 然後他就看我拿相機 然後想說 好像很可愛 然後又蠻上鏡的 然後就 對 用相機開眼睛 照片 對 當時我人生 第一次拿起相機 不是拍人 就是 拍 就是 狗 然後當時收到 就是 相反照片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很可愛 當時 當時還沒有想到什麼 哇 他家都頓房 愛狗嗎 愛貓 就直接很可愛 然後 瞬間的就是 得到療癒 然後 因為這個樣的機遇 然後我就覺得 欸 那這樣子 如果我工作坊 那個時候 我想要走到街頭 去拍狗 拍貓 拍街上的動物 然後 分享給大家 讓他知道說 欸 不是只有就是 鑿心猶豺 或是貴賓公mist bypass 其間 audit 都很卡拉 而且很情人 就是你就走過去 就是 摸一摸手 又要擴脖 覺得很可愛 你可以先蹲踢 蹲踢 然後給他 notwend 我然後用一 vähän 然後他跟你咬五八 就那種我 哈哈 這是一個小 Clapping 因為有時候 我下一次就會這樣碰 對 那你就想想看 如果你是小朋友 有一個人突然是手伸不來 甚至會以為你要打理 就會把這個說一下 就會害怕 那因為這個機遇以後呢 我就覺得我想要繼續拍 就開始拍我家附近的狗 或是流浪貓 然後我都覺得每一隻都很可愛 然後我會主張去搭訕牠們 那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覺得膽量越來越大 然後都會過去觀察一下 然後甚至會不會有鄰居說 欸你們認識這隻狗啦 然後說我認識啊 就小黑啊小白啊 然後就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會有很多好心人 是默默的在關心牠們 或是照顧牠們 然後像我就會覺得 Facebook不是常常都會有這種分享說 很可怕的新聞 狗狗流血 貓咪被虐待 然後我都會覺得 我自己看的時候我也是焦慮型的 然後說啊怎麼辦 我又沒辦法做什麼怎麼辦 然後就會很心情會很很擔心 所以我都會覺得 那我希望我的 有了更多作品是 讓人家看到是開心的 或是溫暖的 或是它必須是有一個很正向的能量 然後讓大家覺得對我或許也可以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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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